汉武雄徒载史篇 长城万里进封烟 对于后代人来说 汉武雄徒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那是一个民族雄资傲力的崛起 对于当事人来说 长城封烟又是哀叹的 那是一架架白骨堆积出来的盛世 大家好 这里是极致读书 遇见一本好书 打开一个世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由杨生明创作的人物传记 汉武帝传 以详实的史料 生动的笔法 栩栩如生的展示了 汉武帝传奇的一生 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 第十个儿子 三岁之时就被封为焦东王 他的姑母刘飘和汉景帝 都同出于文帝斗后 嫁给陈武后 剩下了女儿阿娇 他很想将阿娇嫁给刘彻 更希望刘彻能继承地位 于是他经常在景帝面前 说太子刘荣生母 立即的坏话 立即心里很清楚这种处境 但她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 为此对景帝是出言不逊 忠于触怒景帝 于是让太子变为临江王 立即悲愤自杀 王夫人被立为皇后 六岁的刘彻被封为太子 刘彻十六岁那年 景帝崩祖 他继承了地位 直至建元六年五月 斗塔后去世 汉武帝才得以重掌大权 上天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 享年七十 再为五十四年 这两项记录 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 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这可真是天之骄子 五帝不负天恩 在他治下 汉的政治 经济 军事和文化都达得鼎盛 疆域和势力范围 东连韩国 西游新疆 南至越南 北接蒙古 堪称超级大帝国 后来达到皇权的集中 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颁布大臣主妇 演提出的推恩令 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 分封诸子为侯 使诸侯王的封地 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 他设立刺史 监察地方 在此之前 铸币 铸盐 野铁 听任民间私营 实际上都操纵在少数豪强手里 成为他们剥削农民 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 刘彻把铸币权 收归中央 铸造新的五铸钱 通全国 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 又把盐铁 收归官营 在指定地区设官 专卖掩铁 为了能够选贤任能 汉武帝听取董仲说的建议 罢出百家 表彰六经 就是把儒家学说 作为封建正统思想 持 法家 道家等各家学术的读书人 均被排斥 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 在长安举办太学 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 不学习其他各家学术 在军事上 汉武帝先平定 南方米越国的动乱 后开始着说 以军事手段 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 和亲政策 来彻底解决 北方的匈奴的威胁 他重用卫卿 获取病为将 多次向匈奴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解除了匈奴 对朝廷的威胁 保障了边境地区 人民的利益 后 窒息大腕 迫弃外城 大腕统治集团内部 终于发生内讧 大臣们杀死大腕王 表示臣服 从此大腕服属西汉 后右魄 车师 楼兰 龟兹 苏居等国 也正是这数次的战争 导致了后世儒家 对汉武帝好感寥寥 得到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因此如今汉武帝地位很高 但在古代儒家眼里 却是亡国之君的形象 司马光等儒家批判汉武帝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 是汉武帝穷兵夺武 一生不改的追打凶奴 以九州之财 攻打四夷 以致 失履之后 海内虚号 互可减半 天下虚号 人福相识 关东出现数百万流民 盗匪横行 天下极尽 其末土崩之势 作为有为之君 汉武帝不会不知 穷兵夺武之危害 那么为何还会不顾百姓死活 而穷兵 匈奴呢 汉兄之战该不该打 肯定该打 而且汉朝是正义方 公元前198年 白灯之为后 汉兄以和亲方式 达成了和平友好相处协议 汉告诉刘邦 接受汉兄双方 以秦长城为戒 并同意汉朝 每年向匈奴朝贡 丝绸 米酒和粮食 但匈奴却一直没有 执行和平协议 小谷入侵数不胜数 除了这些小规模入侵以外 还经常爆发一些 大规模入侵 比如汉文帝14年 汉朝继续与匈奴和亲 但匈奴却被约入道 匈奴缠于14万骑入侵 杀北地都尉昂 鲁人民畜产 甚多 碎至彭扬 使骑兵入烧回中宫 侯骑指拥甘权 这次匈奴入侵 不仅规模高达14万 而且还火烧回中宫 兵临拥甘权 因此 汉武帝反击匈奴 肯定是正义之战 不容任何人否定 西汉经历了几十年的绣扬生息 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 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强 汉武帝决定不再对匈奴服软 而是采取了主动出击 征伐匈奴 不过第一次对匈奴的打击战争 汉武帝派去了30万 不过收获不大 后来汉武帝发现了魏清这名将才 开始有意提拔他为大将 而魏清也不负众望 对于匈奴的打击是致命的 尤其是他和户居病两人联手 打的漠北之战 彻底击溃了匈奴 匈奴在魏清和护去病的打击下 最终退出了核桃地区 向北部继续迁移 而到了这里 已经可以说是彻底解除了匈奴 对汉朝北部边境的威胁 匈奴在汉朝的打击下 生存受到了威胁 于是有了继续苟活 匈奴也主动提出了和亲政策 要知道这一政策 以前都是汉朝主动提的 这种转变总算是让汉武帝 扬眉吐气了些 汉武帝是不反对和亲的 但是作为优势方 汉武帝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匈奴要向汉朝俯首称臣 但是匈奴却不愿意 于是双方就这样僵持下来 不过这对汉朝来说并没有影响 因为汉武帝对于匈奴的打击 经过休养之后还在继续 双方不断交战 也让汉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匈奴人付出了散痛的代价 汉朝同样如此 双方休战了几年 几年之后汉朝卷土重来 汉武帝的目标就是将匈奴人打败 公元前121年 霍区并再次出征河西 一路上横扫匈奴各部 匈奴军的主力被霍区并歼灭了三万 最终的决战 霍区并和魏清两人领着十万大军 向着漠北进发 漠北决战结果就是汉军大获全胜 匈奴军被歼灭九万之中 漠北之战的爆发让匈奴人再也没有了进攻汉朝的能力 正是因为汉武帝的不断征战 才有了后面汉朝皇帝的安危 此时的匈奴还有一定力量 但对汉朝已经不再构成威胁 但汉武帝并未收手 反而继续追打匈奴 但在赵破奴与李广利时代 汉军屡战屡败 匈奴屡战屡胜 首先是赵破奴 公元前103年被匈奴围歼兼两万骑兵 赵破奴投降匈奴 三年后逃回国内 其次是李陵 匈奴击败五千汉军 李陵投降匈奴 第三是李广利 在公元前90年 损失七万汉军精锐 李广利投降匈奴 公元前89年 李广利丧失七万 并投降匈奴的第二年 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 轮台诏 汉武帝否决了桑红阳等大臣 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 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 匈奴之事表示悔恨 后世将之看成汉武帝的最己诏 认为汉武帝幡然醒悟 而转变对凶国策 不再穷兵匈奴 但事实上 这只是汉武帝对匈奴战略性停战 而且汉武帝的轮台诏中 并未废除桑红阳的国有化政策 说到底 汉武帝看到社会现状 准备暂时停息一下 以积累本钱 一旦汉朝回血 还是会继续穷兵追打匈奴 之后雄心勃勃的刘彻 又攻打了南越朝鲜西南的一些小国 大大开拓了汉朝的领土 这时的刘彻已经用实力 证明了汉帝国的强大 但是也由于连年的征战 国库空虚 刘彻基本上掏空了大汉的家底 汉朝内部的矛盾也渐渐的出现 汉武帝晚年时极其迷信鬼神 有一次 武帝梦见数千个木人来打他 自醒来后就病倒了 武帝立即怀疑有人以巫骨诅咒他 就派江冲去调查 江冲无中生有 先后害死了包括武帝两个女儿 和活相公孙鹤父子在内的数万人 在巫骨之后 封竹残念的刘彻 内心深深的自责 他决定实行奉明政策 休养生心 这个举措为正走向衰败的汉朝 踩了个急刹车 之后他做出了人生最后一个决定 立自己的小儿子刘弗林为太子 并选了四个辅政大臣 其中就有霍光 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 弟弟 哥哥在战场上发光发热的时候 霍光在宫中当了一个小官 他为人谨慎小心 狠短的围观之道 慢慢的深受刘彻的信任 所以最后他把小儿子刘弗林 托付给了霍光 做好了这一切后的汉武帝刘彻 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再为54年的汉武帝 花44年去打匈奴 并不全是因为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其中还有汉武帝个人的因素 或许对于汉武帝来说 只有彻底灭了匈奴 他才能被历史铭记 汉武帝对匈奴的打击 虽是加重了西汉的负担 但却为以后的王朝开了个好头 也让汉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甚至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原后世王朝的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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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